寒冷的天氣讓花蓮兩處梅花大肆盛開 有一處是太魯閣天翔 那麼另外一處則是花蓮壽風箱 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園區 梅花越冷越開花 宛如白雪覆蓋枝頭 眉不生收 梅花地鄉盛開 香氣撲皮而來 放眼望去白茫茫一片 宛如白雪覆蓋枝頭 漂不漂亮 漂亮漂亮 這一次來的 絕美景象就出現在 花蓮壽風箱的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 入冬以來最強寒流報導 加上充足水氣濕度 讓園區內的梅花全數盛開 民眾又驚又喜 這幾天的寒流狀況 所以我們園區裡面的梅花 都開得很漂亮 我們的風葉也都變紅跟變黃 也非常的漂亮 遊客驚喜連連 而且不只池南有梅花 鏡頭一轉來到太魯閣 國家公園天翔遊氣區 這裡同樣彷彿進入童話世界 越冷越開花的梅花 竟相綻放 不只枝芽上雪白一片 花瓣掉落在步道上 彷彿鋪上一層白色毛毯 沒啊 只是有點陷 沒有想像中那麼冷 美景當前似乎也忘了冷 只想拍美照留下美好回憶 不過春節期間 閃化民眾要注意 塔魯閣隔口到天翔路段 2月11到13號將進行交管 屆時園區將推出 三條路線的免費遊園專車 省序載車困擾 記者陳姬葉歡迎報導